屋顶的瓦片掉落,变得镂空不齐全 教室墙面出现不规则裂缝 自2022年11月21日大地震后 奥尔玛顺习近院的高中教学楼 无法让师生们安心进行教学活动 一个月内万龙慈记职工勘查 并决定援助修圣 我们并不再建设整个 因为建筑价价价价 历史六个月工程 2023年6月中旬 志工和校方人员走上阶梯 一起验收明亮的教室 并且交接 我们也教我们 有关职业和共同 很多种方式 这种具合作为 联系的关系 虽然我们有任何信任 但是我们也拦领联系 跟人物与不同的关系 现在的教学楼 加强兼顾程度也更好清洁 曾经天灾酿祸是遗憾 为了教育不断 爱心修补起来 大爱新闻达雅尔哈迪印尼报导